大家好,我是Yuna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Black Friday買了什麼 我現在其實就用我的手機去拍攝 因為我暫時還沒找到一個角度 用相機拍攝的樣子是我接受或者我喜歡的 因為手機就算那個距離近,但它也可以拉遠 所以就看下去 可以看到的樣子,可以看到少少上半身 這樣就好像比較漂亮 第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粉底 不知道大家覺得有沒有什麼分別 如果在鏡頭看,就真的有很多分別 大家覺得有沒有覺得是涼度還是細緻度 而且我今天其實沒有摺摺毛 可能跟之前的樣子也有少許分別 因為我的摺毛已經摺了幾個星期 今天暫時沒有時間 自己再幫自己做 我就是拆了 因為我待會要外出 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說回這個新粉底 就是SUKU的Creme Foundation 它不是Black Friday一位 因為我是上個禮拜買 還沒開始Black Friday 因為買滿75磅 它就會送到一個4 size的產品 然後它只有三樣東西可以選擇 要麼是遮瑕 要麼是唇彩 要麼是唇彩 要麼是眉膠 我的朋友幫我按到 就是遮瑕是最貴的 那就是36磅 變相75磅 原本只能買到一個Creme Foundation 但現在是可以有兩樣東西 就是無故送多了一件東西 然後我的朋友說 這個價錢 你飛去日本也買不到 這樣 馬上買單給錢 還有我試完那一刻 是超級心動 之前呢 我就用Hurland Light Vermiss 其實我覺得是適合我之前 20頭的時候用 因為那時候的皮膚狀態 就更加好 之後沒有那麼多東西要遮瑕 我現在就 即是來到英國 雀斑多了一些 其實我沒有保持做化妝 也懶了 因為這邊 就真的不需要 每天保持到樣子那麼漂亮 你知道有沒有那麼多活動出去嗎 連出街的活動 都變成買菜 整個C-Line 現在就11月 還有12月 或者1月 可能也會多些街出 還有呢 我是想找一個 finishing 好一點的粉底 很久了 如果大家真的想知道 它的質感 或者是 上面 究竟是怎樣 可能我之後再 拍影片 share給大家看 因為呢 在我生日的時候 我朋友呢 又送了 sharete Marie的一套化妝品給我 其實我是想拍一個 化妝片的 但是呢 就前一陣子都比較忙 那 就未易處理到 那 希望之後呢 就有時間呢 就補拍回 那 大家可以 化個美妝 然後呢 就去迎接這個聖誕節了 化妝品呢 就是買了這兩樣 因為其他的化妝品呢 我也保持著有 而且我朋友才送了一套化妝品給我 我 都不用再買其他 護膚品方面呢 那我就 今天 早上的時候 點了 就是finn的護膚品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我那個 冬天陰蜜呢 其實我已經推介了 然後我那時候那支 呃 cream呢 基本上 是已經全了 都是便宜了很多 平時呢 它要11-12磅一支 但是它現在是 磅到 6磅到 所以是超級超級大 大家大家 一定要 一定要 要在這段時間買 因為其實這個牌子本身有 很划算 又好用 有飲學牌子 很天然 還有濕疹 都是可以用這個牌子的 所以呢 十分十分建議大家去買 那之後呢 我就在jackview 買了 一件衣 三件 衣服 然後還有一件 納帽 然後 總共呢 只是七十幾磅 連上運費 而我買這個 買單的時候 其實是未 白禮拜 因為它呢 拿過這裡 是一個網站 有得按outlet 那裡的 其實已經很划算了 而且我們這些亞洲人的身形呢 其實就 要買得很小的 那呢 我又怕它會沒有 馬 之後呢 我就 買了單 那現在去白禮拜 是另外再有八折的 所以呢 如果想買的朋友呢 就可以上去再看啦 那然後 如果是香港朋友的話 你想買英國的東西呢 你也可以去搜尋 的IG就是 modelandhk 這個 IG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做代購的 大家真的想代購東西的話 可以透過那個IG 聯絡我的朋友啦 總之你想在英國買便宜的東西啦 但是你有沒有一個英國地址去收啦 或者沒有人做到轉記 或者它沒有辦法是可以直接 這樣寄去香港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找我還是代購啦 說回 off the friday買了些什麼 我們買了一頂粉紅色的欄帽 那我覺得是很搭 我現在呢 漂了這個頭 但是就不太搭配黑色衣 我覺得搭配淺色衣多一點的 我覺得這樣看得很好看 粉紅色搭配這個頭 它還有粉紫色啦 還有灰色的 就因為我又沒有什麼粉紫色的衣服 還有我覺得粉紅色就好像搭配一點 它呢 不是那些效粉紅 普通的粉紅色 所以都ok 那第二樣東西 我就買了一件衣服啦 這些花紋這樣 它V領啦 都是純粹搭配衣服 它是只需要15磅 比primark更便宜 我前一趟在primark買了一件衣服 是24磅 它只是15磅 第二件呢 也是超喜歡的 超級超喜歡的 就是這件 長袖的針織連身裙來的 它是黑色呢 但是有個白色邊 是超優雅的 上袖也有個白色邊的 還有 它是超厚的 我想說 所以冬天穿呢 我想 不用穿HIT HIT HIT 都可以 我個人 不是真的那麼怕冷 而且已經開始了 今年是第三年 過冬天 我已經開始適應到這件衣服 所以我真的不需要穿這麼多衣服 這只是12磅 第三件呢 其實尺寸是不適合的 我應該有機會退去 或者看看可不可以更換 適合我的尺寸 我選了兩個買的 但發現其實我還穿到之前的尺寸 其實是有點緊的 不過呢 這些連身的金色衣服 是真的要貼身才好看 這件也是12磅 長袖和短袖竟然是一樣的 這個是薄很多的 之後呢 最底 超級底 就是這件 有毛的 粉藍色LINE 不是粉藍色外套 它只是18磅 18磅 買到一件外套 而且是保暖的 它不是說什麼魚肉 但是 它厚的程度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厚 厚的程度是 真的很好 我猜 至於普通一件長袖 我再加這件 其實已經夠暖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是超級保暖 而且它是有毛的 我為什麼會買這件外套呢 就是我有很多外套發現是沒有毛的 而且特別是這些 譬如這個款式漂亮的 那就不會有毛的 我就很多這些 款式漂亮的 但是沒有毛的 那些呢 就適合 適合日常外套用 那之後呢 第三個買的東西 就是買了一雙真皮的盃 那 先拿上來 那我就在Klark's買的 我覺得是超漂亮的 還有呢 我是Bread Friday 但是我也是Bread Friday之前買的 但是它已經是超級低的 我想說呢 這雙Boot呢 就是35磅 是真皮的 我之前的Boot也是Dr.Martin 但是Dr.Martin就很重了 那之後就 其實我掙扎了很久 因為我看中了Dr.Martin有一對 也是類似這麼長的Boot 但是它是有搶的 不過呢 我就去門市看過 拿過上手 是真的很重 所以 我就很猶豫 不知道買不買 那我就一直就 就計劃了 也都會 看看有沒有其他適合 就是去到這個Class的時候 其實我是去那個Outlet的 如果 因為近市中心 其實 如果駕10分鐘的車 就有一個One Stop的Outlet 其實它是頂腿的 但是呢 是 都可以收到一些便宜的東西 那我就在那個Shopping Mall買的 那我那時候去呢 其實它還沒開始Black Friday的 它現在 早兩天 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它現在再有八折啊 那樣 但是 你知道我 就是那些 有點心急癒 就是還沒去到Black Friday的 我已經等不及了 因為 它已經是35磅那樣便宜 我有一點點害怕 是 會不會到Black Friday 就是說 我那天Black Friday 我那天不得客 譬如我過了幾天才去買 譬如 我可能這個 我已經看中了 那它會不會沒有了 或者 已經沒有了我馬 沒有了這個可以買 這樣 會有一點點這樣的感覺 所以呢 我就 當時候我也是買了的 但是它也是白折而已 白折之後也是 差幾磅 對 也是差幾磅 不是說很貴很貴的東西 所以呢 我也是很開心 我也不覺得是虧了很多的 還有它這個顏色是超級漂亮的 我再給大家近鏡看多一次 它呢 超級喜歡 因為它呢 是有一點漸變的 對不對 就是它這個皮是超級漂亮的 是有一點漸變的 還有呢 如果下雪的話呢 大家要穿些 眉毛比較深的鞋子 待會呢 就是會出街呢 去 拿一部新的電話 這個片呢 可能就是我這部的電話 記住在那部片 那我就換了 iPhone 15 我現在這部呢 是iPhone 11 Pro來的 App Pro呢 現在其實它就有一個購物 event 買它的指定產品 它就會送GIF卡給你 還有呢 Jam Donut呢 現在也是有優惠 就是它現在是4.5% cashback 如果它沒有4.5%呢 其實它也有3% 我覺得也很划算的 它購物 event 是iPhone 14 為什麼我不買14 我買走了去買15呢 我發現 14和15 它拍照功能那裡 其實 也有一點差別的 而且好像有4.5樣不同了 然後呢 我發現 我又不是很想再 掉到這個坑裡 因為它送的GIF卡 要是你下錢才能用到 那我覺得我短時間 應該兩三年內 不會再有東西要換 也不想有東西要換 我暫時沒有 其他iPhone的東西想換 因為 我的MacBook是去年換的 我的iPad mini 是今年年頭才買的 第三是只剩下這部iPhone的 最好 最後 其實我總共是 便宜了差不多 180磅 回香港買電子產品更便宜 但是 我擔心的位置就是 如果在香港買iPhone 就沒有eC 在英國買就會有eC 如果有eC 就會方便我去歐洲 或者其他國家玩 除了東南亞之外 因為 我發現就是 如果你去歐洲 或者去加拿大 如果你要買eC 原來是很難的 實體的eC 原來很難買 它就要你實名登記 要你JoyPan 但其實你是留一個星期 或者玩幾天而已 如果有eC 就方便很多 我發現 所以 都是我 為何會換電話的原因 那 我稍後 就會出去市中心 那 就可以拍給大家看 還有 可以分享一下 現在Bermingham熱鬧的情況 給大家看 真的很開心 其實年年都是一樣的 但是那個5 大家那個開心的程度 是每一年都不會減弱的 所以 如果大家是住在其他市場的話 其實也可以過來感受一下 過來玩一下 就趕快 會給大家聽 冷靜 點 我們 看 有 有 大家 都 看到 有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